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简易食品之前推出一系列很畅销的 所谓的格子Q的预版本 我们经过这两三年来 我们客户的一个使用之后 这个我们反映就是说 我们格子Q的一个口感跟口味是相当的好 但是就是说每一种特别调整过的一个Q感 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差异 我们甜蜜食品呢在103年的12月呢 我们就把整个格子Q的整个口感的系列呢 我们就把它修正完成了 那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修订呢 它所应用在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如果各位不健忘的话 看到我们格子Q的一个原位 我们所谓的Q1和Q2 那我们的Q2它是麻烦的组织呢 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它的吹度比较高 那我们的Q1呢 它的Q的一个口感呢 等于是所有的Qsing 还有它的颜色载性能比较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Q的一个原味 我们测试了那么久呢 我们国外的客户一直跟我们反映 挑口味的一个格子Q呢 那基本上它的Q度呢 并没有那么的Q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我们就听从客户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这次呢 等于就是说把比例反推回去呢 那希望保有原味叫Q的这种Q性 但是它原本它必须要加的一个口味呢 那种味也一定要在 取几个例子 像我们的南瓜 或者是说香蕉 起司 或者是一些带酸的 蓝莓 蔓越莓 椰奶之类的 各种不同的一个口味来讲的话 它各种加的一个比例的很不同 原则上我们这次Q呢 要有三大的一个特点 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Q度 第二个就是它的脆度 第三个就是它的甜度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Q度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我们的原味叫脆 这一支的配方分析它 有稍微差一点点之外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你必须还麻烦你们去参照一下 我们建议的一个比例 才能够达到这一个整个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原则上每公斤的一个各式Q度一半粉呢 它的加油的量呢 从350它会减複 300cc 那至于它的加上所有的加量的量呢 它就不能加到650cc了 那从500 550到600cc 我们分了三种不同的一个量呢 去对到我们相应对应的一个产品 那麻烦我们的客户呢 你收到你这一包粉的时候呢 你再看看它整个一个成分表上面呢 我们都有它建议的加油 还有加水的量 解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加水量 还是跟原本的加到那么高的话 那整个打起来会很稀 那你做起来的各式Q的一个形状呢 也许就会有一些 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各位一定会访问啊 那我加水的量少啊 就是每一公斤它的产率呢 会变少 答案是没有错的啊 如果我们只加到500cc的话 原本一公斤的一个 格子Q的预半粉 大概可以做二十片的 二十片的格子Q 这时候大家可能少个两片左右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刚刚特别的强调 所有的要求希望每一公斤的粉 它的Q性又要够 但是加了这些各种不同口 或者调味粉的量也要煮 所以说我们会把铜皮也往内缩 才会不会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煮面条的一个Q性呢 都已经一致了 可是我们的脆度要高呢 牵涉到你的重点 那就是说整个面条的 汗油汗水量 那你的水量加的越多 那当然啦 它的延展性可能会比较大 可是 你要烤到你原本预期的 那么酥脆的感觉的话 那可能时间就要拉长 汗水率太高的时候 可能烤焙的时间呢 都多个15秒左右 这样酥脆度才能都拉得比较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牵涉到它的一个甜度 有些都是它外表的一个沾长 用这种特殊调好的一个蛋黄 也许煮面团的一个甜度不大够 那大概有两种如何 可以去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尝试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把水或者牛奶的量 你要打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一些果糖或者是蜂蜜 或者是说再加一些砂糖 先把它溶解完之后 再对到你的粉里面下去打 这个也是第一个也是OK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可能 包含不同的一个配料 譬如像有一些人 把哥斯Q去包一些珍珠糖 或者是说 巧克力的话 再去包一些那个 水滴型的巧克力 增加巧克力的风味 但是这内包的一个巧克力呢 本身又有巧克力的一个甜度 加在里面的 那这种方式呢 也是可行的 我们这一次整个哥斯Q的一个 配方的一个修正 那我们希望 我们的一个Q度呢 能够我们的顾客的一个期待 第二个 我们整个一个素脆度 还有甜度呢 都能够维持一致 所以说我们特别特别呢 在此我们再提醒一下 我们的客户呢 在你在使用之前呢 麻烦再对一下了 请你参照一下我们建议的一个 加水还有加牛奶的量 还有有的一个使用量 那你这样子呢 就可以考出这个 具备这个哥斯Q 最好的一个口感